5月8日,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罕见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,乔治王子,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一起劳作,帮助修缮位于伯克郡斯劳厄普顿的一所小屋,铺路,挖水道,打磨和重新粉刷前门,装饰花盆,创作壁画等等。 大家好,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,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,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 我们接着往下看,据英媒境报报道,这是查尔斯三世国王加冕礼后的一项志愿者活动,威尔士亲王一家在到达斯劳厄普顿小屋之前对该行程一直保密,以尽量减少给其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 可以看到,威廉和凯特也尽量让孩子们参与其中,体验劳动的乐趣。 九岁的乔治王子首当其冲,他第一个下水,路易王子看到后也跟妈妈说,我想和哥哥一起下去,之后,路易又跟着姐姐夏洛特一起粉刷花盆,两人的头发和腿上都沾上了砖石漆。 看到弟弟把油漆剑的到处都是,八岁的夏洛特还忍不住停下来,教他如何把油漆擦干净,但路易却毫不在意,继续玩着自己手中的活。 而当一位志愿者问路易,你长大后想当画家吗?他则回答说,不是,我想当战斗机飞行员。 小王子有飞行员梦,想必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。 活动当天,他还和父亲一起享受了开挖掘机的乐趣。 五岁的路易穿着他那标志性的短裤,坐在父亲的腿上,看着父亲操纵挖掘机,威廉则聚精会神地抓起一桶土,然后把土倒在废料堆上。 接下来,路易还跟着妈妈凯特去铲土和推土,让人们看到了他乖巧懂事的一面。 乔治则和他的父亲威廉一起钻孔,两人在一个木质花盆上挥舞着钻头。 九岁的乔治穿着鞋纹棉布库,运动鞋和羽绒服,他小心翼翼地把一颗螺丝钉放进孔里,然后努力把它拧紧,看起来非常认真。 在一番辛苦劳作之后,孩子们得到了奖励,他们玩了射箭游戏。 夏洛特证明了自己的天赋,第一次就射中了把心,并自豪地喊他的妈妈过来看。 另外,小路易也继承了父母的运动细胞,他好几次都射中了目标,看得出来,他也非常喜欢这项游戏。 当然,乔治也不甘落后,同样命中了几个目标,三个孩子都玩得不亦乐乎。 而在活动快结束时,威廉和凯特带着孩子们烤了一些棉花糖。 看到有好吃的东西,路易兴奋地和孩子们击掌,还差点撞到了姐姐身上。 当浓烟熏到眼睛时,路易不得不用手捂住了脸,那模样非常可爱。 而在吃上烤糖之前,小王子还忍不住舔着手指。 一旁的威廉王子健壮则开玩笑说,你们今天让他玩得很开心,我们都听不到他的吵闹声了。 可以看到,吃上美食的那一刻,路易幸福极了,他大声喊道,我喜欢的棉花糖就是这样的。 夏洛特也和他的弟弟一样爱吃棉花糖,甚至当手中的糖不小心掉到地上时,他很快就把它捡起来,然后放进嘴里继续吃。 显然,夏洛特并不想浪费每一口,粉丝们对这一幕惊叹不已。 一位推特用户笑着说,夏洛特公主和我们一样,食物掉在地上,不到三秒就能再次回到口中。 另一位附和道,棉花糖肯定是太好吃了,所以不能把它留在地上。 第三人表示赞同,他说,这么好吃的东西,花五秒钟都值得。 我喜欢这种平民的感觉,不得不说。 夏洛特公主身上真的是有很多优秀的品质,聪明乖巧还珍惜劳动。 肢体语言专家朱迪詹姆斯也对他赞赏有加,并表示夏洛特公主作为王室里冉冉升起的耀眼明星。 他向人们展示了年轻贵族应该怎么做,与此同时,还教会了哥哥和弟弟如何在重大活动中表现得体,他才是王室孩子们中的最大指挥官。 另外,《每日邮报》当天还有另一则报道,苏塞克斯公爵身着正装,出席了父亲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加冕仪式。 然而,有人看到他在仪式结束后立即离开前往机场。 王室专家拉塞尔·麦尔斯相信,查尔斯国王和哈里王子都会感到后悔。 他说,查尔斯国王已经74岁了,我想他已经意识到他需要年轻成员的帮助。 在这丑闻爆发的几年里,我们经历了很多,他需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,努力向前迈进,他需要威廉在他身边。 诚实地说,英国王室对哈里算不错的了,把父亲还有继母卡米拉骂了后,依然能够收到父亲查尔斯国王的邀请,能回英国出席父亲的盛大仪式。 梅根就不一样了,据称被王室成员给排除了,儿子和儿媳的待遇可谓是天壤之别。 俗话说,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,哈里王子完全不知道感恩,也不懂得孝顺的含义。 他在加冕典礼结束后马上就回美国了,父亲之前还邀请他留下来吃中餐,说起来他也算是疼儿子的了,儿子直接无事。 哈里为了回家见妻儿,撬掉了后两天的加冕活动,查尔斯三世国王据称为此非常后悔,后悔邀请他回来见证自己重要的一刻。 拉塞尔说,我的意思是,如果不是因为他离开王室而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响。 情况会怎样呢?他就不会被安排在第三排吗? 老实说,我认为他不会,他本可以去参加招待会,我想我们稍后会在官方的加冕画像中看到一些照片,这真是太遗憾了。 不管事情是如何处理的,我认为双方可能都会后悔。 没有了哈里的支持,威廉王子成了查尔斯唯一的依靠。 也许是意识到哈里的做法太过于极端,对父亲不够孝顺,威廉王子曾在加冕音乐会上多次提到服务二字。 搬到美国后,梅根曾想用王室头衔赚钱,王室及时发布声明,撇清与他的关系,使得梅根非常愤怒。 随后,梅根不服气地说了一句服务是普遍的,言外之意是,我没了王室成员的光环还一样可以服务大众。 威廉在音乐会上的发言中称,王室成员将为大家服务,所以被无数人认为是一种对哈里夫妇的挖苦。 许多人相信,威廉是在暗示他们的服务是有偿的,自私的。 为什么威廉王子会这样做?一定是被哈里给惹毛了。 之前,哈里在法庭上把哥哥收了小报的钱的事情都给公开了,威廉的隐私荡然无存。 明明他是躲着收的,不想把事情闹大,哈里却与哥哥对着干。 所以,威廉利用这样的方式,表达自己的愤怒,是非常合情合理的。 查尔斯国王后来也站在了威廉这边,使用了服务二字。 在一份新的声明中,查尔斯感谢公众的支持,并承诺将一生奉献给服务。 他说,随着加冕周末接近尾声,我和我的妻子只是想象,所有帮助这一特殊场合的人表达我们最诚挚和忠心的感谢, 我们现在重新致力于为英国、王国和英联邦的人民服务。 现在查尔斯国王和威廉王子的关系越来越好。 父亲当然也会支持他和帮助他,英国媒体也是这样认为的。 当然,威廉王子作为英国国王身边唯一的儿子,也很体贴父亲。 哈里在父亲的加冕里第一天就离开了,威廉在加冕仪式的第三天,选择和儿子路易开挖掘机。 今年二月份,哈里和挖掘机女司机的事情被曝光了,所有人都知道哈里的童真是被这位女司机在草地上夺走的。 该女司机还接受了采访,大谈他和哈里之间发生的那点事,这让哈里成了笑柄。 没有想到,威廉现在选择了开挖掘机,还带上了路易王子,真的很讽刺啊。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,来去匆匆的哈里做了那么多对不起王氏的事情脸上没有一点愧疚,而且对父亲的加冕里表现出不耐烦的态度,还对尤金妮公主的丈夫说受够了这样的加冕里,好像有人逼她来参加一样。 其实大家心里都希望她别来了,讨厌她对王氏的伤害也害怕她的录音笔,但是她装傻充愣非要过来参加,来了却摆不正自己的心态,做出各种幺蛾子。 当初出书电视采访恶心王氏佳人时,那叫一个爽呀。 有道是中瓜得瓜,挖墙角的下场就是众叛亲离,只不过给自己赚点刀子,顺便给吃瓜群众多点娱乐消遣而已。 时光再也回不去了,只能说自己做死的能怪谁呢? 原本哪怕离开了王氏也可以各自安好,回来也不会尴尬,但是只能说自作孽不可活。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你对王氏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,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。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